爱多美的伙伴们 大家下午好 好 很荣幸也很感谢公司给我这次机会呢 站在台上和大家分享爱多美的产品 今天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五种产品 那么前几天呢 我们刚刚过完马来人的开斋节 那么今天呢 我就从有哈拉认证的两种产品开始和大家分享 好 现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 大家对这个HIMOHIM熟悉吗 熟悉 有谁没有喝过吗 我看一下 哇 都喝过 有几个没有喝过 OK 好的 好 那么我呢 从这个明星产品开始说 那可以说呢 这个HIMOHIM目前呢 是世界上 CP值非常高的一款产品 好 那么它呢 经过了美国FDA七项重金属和三十多项农药残留的合格认证 那么还有SGS的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的检测合格 它呢 是利用生命科学来萃取草本植物里面的有效成分 然后呢 融合而成的一种新的产品 它呢 它呢 去除了传统中药里面的毒性 具有很高的功能性 而且非常稳定 好 那么说到我们的HIMOHIM 那就不得来说一说我们的免疫系统 大家对免疫系统是不是很熟悉 应该很熟悉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免疫细胞 那么从比较基础的分类来讲呢 我们的免疫细胞呢 分成四大类 有适中性的白细胞 有巨石细胞 还有我们熟悉的B细胞和T细胞 我先说巨石性的白细胞 那么它呢 是我们吞食细胞的一种 在我们体内呢 它就好像前线的士兵 那么它的数量很多 生命周期呢 就比较短 那么它的反应很快 擅长呢 人海战术 如果一发现问题呢 它们就会涌向那里 人海战术了之后呢 也是自杀式的攻击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巨石细胞 巨石细胞呢 也是吞食细胞的一种 它呢 是好像我们体内的一种重兵器 那么它的杀伤力非常的强 擅长呢 以一挡百 生命周期呢 就比较长了 它可以存活呢 大概数年左右 好 接下来我们说说T细胞 T细胞呢 是杀手级的细胞 那么它呢 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特种部队 那么它能够精确地锁定目标 然后展开它的攻击 而且是贴身攻击 然后呢 是B细胞 B细胞呢 也是淋巴球的一种 它就好像我们体内的生化部队 它能够锁定敌军 弱化敌军 然后呢 产生我们尖端的武器 把这个敌军给杀灭 因为我们体内呢 存在了这四种细胞 免疫细胞哦 所以呢 科学家就以这个为原理 开始呢 研发我们的这一款产品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 这一款产品 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我们为什么会研发这款产品 因为呢 在韩国很多的科学家呢 都研究核能 那么 研究核能的时候呢 他们呢 被那个射线照射 照射之后啊 发现他们的免疫 消化和供血呢 都非常的低下 那么 我觉得太可惜了 国家培养科学家不容易啊 得研发一款产品 让他们呢 吃下去 把这些机能都提高 那么他们呢 就根据免疫细胞的一些特性 来增加这支军队的一些战斗力 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四种细胞 如果发现敌军侵入我们的体内 他们是怎么样进行合作的 当发现病原体呢 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时候 那么受损的细胞呢 它就会发出求救的讯号 那么一求救了之后呢 我们部分的地方就会有炎症反应 就会发炎 那么接受到这个讯号之后 那么我们充足的血流量就可以把我们的白细胞 适中性白细胞冲到前线去 他们开始要做斗争了 那么听清楚哦 血流量 如果你的血月流量没那么好 没那么快 你们想一想 是不是不能够把这个适中性白细胞 即时地送往前线 好 那么到了前线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作战 他们让这个战线呢 不蔓延开 不蔓延开 接下来呢 他们就把这个讯号呢 发给那个T细胞 T细胞呢 接受到这个讯号之后 他就知道了 先锁定目标 锁定之后呢 他知道 这个病原体外面有一个蛋白质 我认识它 我认识它之后 我就去分泌我的独门武器 到时候来穿透它的蛋白 这个是T细胞的作用 所以是杀手 然后呢 再把这个讯号传给B细胞 B细胞呢 接受到这个讯号之后 他们呢 就开始研发一个生化武器 也就是我们的免疫抗体 好 那么这个免疫抗体呢 可以弱化那个病原体 让我们呢 没有呢 把这个病呢 慢慢慢慢消退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免疫细胞合同作战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别看我现在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你们坐在下面听课 其实我们体内可能时时刻刻 可能一段时间都会经历这样的大战 知道吗 所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把这个免疫细胞的活性给激发出来 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韩国原子力研究院的生化科学部门呢 他们就开始研发这款产品了 好 研发之后 它是经过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的批准 我们是第一号研究所企业 科研B&H才成立的 它可不是一般性的小公司哦 第一号 然后呢 经过食品医药安全管理局的认证 才通过爱多美这个平台销售到我们每个人的手上 以前你想吃这个Himohim 还吃不到 现在能够用那么合理的价格吃到那么好的产品 所以说它的CP值非常的高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说到它的成分 那就是当归 穿胸和白勺 大家都不陌生 那么每次我们大家看很多的介绍 这三种草药的介绍都在旁边 那么大概呢 跟大家用八个字来归纳一下 每一样产品它的特性 当归我们都知道 它补血 合血 然后呢 润躁 滑肠 记住了没有 八个字啊 好 穿胸 它也是可以帮我们合血 行气 把气给我们行起来 然后呢 它可以止痛 区分 把这个痛啊 从我们身上给它赶走 好 白勺 可以瓶肝 止痛 脸因止汗 好 很多朋友问我 这个症状可以吃吗 那个症状可以吃吗 那大家如果去对照 这些产品 它本身具有的特性 然后呢 想一想 去对照一下 就可以跟别人去推荐了啊 那么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的那个生化科学部研发出来之后啊 它把它们的有效成分都萃取出来 然后安个去检验 检验了之后呢 再把它们融合起来 把毒性去掉 把有效的成分发挥到最高 所以呢 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食品 知道吗 复合性的 不是单纯意义上单品啊 所以它的功效会很好 好 我们再往下面看 好 那么谁可以引用 Him or Him呢 虽然呢 上面只写了五类 五类人 但是我觉得 我们大家都可以吃 小孩子就不必了啊 小孩子的话 因为它们阳气比较足就不必 那么如果在学习阶段 它的免疫力比较低下 那还是可以补充一下的 好 那么 它其实对那些慢性病 老人病有很好的功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多少钱 都知道啊 一盒一买的话呢 138 PV呢 是五万四千六 好 那么四组一买的话呢 更便宜啊 等于是一百二十四块一盒 里面六十包啊 如果是你正常饮用 就是每天两包的量 如果呢 有些症状 你可以酌情啊 加一些 那么谁不能吃呢 可能就是那些血液疾病的 你可以问一下医生 OK 好 因为时间关系啊 我不在这边停留太多时间 我们往下走 好 第二个 有哈拉认证的 那就是Himohim 对不起 益生菌 益生菌 讲惯了 好 益生菌呢 前几天还传来一个捷报 说它被评为新加坡七种最值得买的一个益生菌的行列 好 那么我也是很好奇 所以呢 我就把别的六种益生菌呢 都上网查了一下 我根据价格 菌种 菌数 还有它们的一些别的方面都看了一下 那么我发现这七种益生菌呢 从价格来讲 我们是倒数第二位 不是最便宜 但是是倒数第二个便宜 好 那么从菌数来讲 菌种 对不起 从菌种来讲 我们是正的第二位 有一个比我们多 正的第二位 好 那么从它的那个行迹来讲 我们是干粉状的 那么别的呢 除了一个是滴管状的 是给小孩子的 别的都是capsule 它们都是胶囊状的 好 那么从那个颗粒上来讲 我们是六十包 那么大部分呢 它们都是三十包 那么从菌数来讲 我一看 它们的菌数都比我们好像多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虽然是三十亿 对吗 三十亿只活菌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专利技术 叫做包买技术 它可以穿透我们的 不穿透啦 它可以经过我们的胃的那种酸性 然后呢 直接到达场道 那么其实听说 我们出场的时候 也有两百多亿只活菌 那么可能一路上送啊 或者是到你手上的之后 它是保证到你的场道 有三十亿只活菌 好不好 很好啊 对啊 非常不错 哎呀 真的CP值很高 好 那么大家都知道 吃益生菌很重要 那么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 我们东方人呢 更应该吃一下益生菌 为什么啊 因为在以前我们知道东方人呢 都是靠种植 我们吃的是五穀杂粮 对吗 那么几千年的演变 我们东方人的基因呢 就变成了肠道会比较细 因为五穀杂粮要从我们肠子里面经过 那么我们的肠道呢 比西方人可能要细长两米多 好 西方人呢 因为一直吃肉类 那么所以呢 他们要把这些快点的排出体外嘛 所以他们的肠子呢 就比较粗 比较短 好 那么随着现在东方经济的不断提升 我们东方人现在也开始吃肉 食肉 对不对 那么吃肉食肉之后 你们想我们的体温是多少度 37度对吗 36度多 那么你吃下去的肉 在这个体温里面会发酵 会残留毒素 你的肠子还比它们长 不能够及时排出去的话 会发生一种什么现象呢 哎呀 就是呀 在那个肠年膜上面都是毒素了 是不是 那么久而久之 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会发生一种怎么样的情况 啊 所以那我觉得现在人现在我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 不断地向西方靠拥 那我们床子也没有短也没有粗啊 那怎么办 我们靠一身菌 我们靠这些来帮助我们啊 帮助我们消化 帮助我们把这些毒素呢 及时地排除体外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保持我们的健康 好 我们说一身菌一定要和一身猿在一起 那么一身猿呢 就是一身菌的食物 那么我们的一身猿有好多哦 给他们吃那么多食物 有我们熟悉的苹果香蕉 草莓橘子 还有柠檬干草 生姜 橙皮等等啊 哎呀 这个我想不仅一身猿喜欢吃 我们也喜欢吃对不对 好 那么我说我们的一身菌 很大的一个卖点 就是我们有13种乳酸菌 其实看了一些报道说 要把10种以上的乳酸菌放在一起 这个技术其实是不容易的 那么一般性的市面上 都是6到8种 我们有10种以上 非常的不错 而且这种一身菌啊 它要在一个非常 呃 就是说没有别的菌侵害的环境下 这样生产出来 啊 对这个作业要求是非常高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13种乳酸菌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啊 第一个呢 叫做4酸乳酸菌 这个应该在外面都有 都有啊 我们就把它叫做 ABCD的AA菌 好 那么呢 它是寄居在我们的小肠里面的 小肠里面 小肠里面最多的菌啊 就是这个素酸 四酸乳酸菌 好 那么小肠里面呢 它除了在小肠里面 还在我们的啊 那么盆腔啊 阴道啊 尿道啊 都有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啊 妇女之友啊 那么它呢 可以帮我们降低胆固醇啊 维持我们肠道的平衡 好 第二个呢 要跟大家讲的是 菲利啊 菲利 嗯 呃 菲利那个乳酸菌啊 就不是最最好的乳酸菌 这个是最起码要有的 那么 比菲德士菌呢 它其实在我们婴儿出生啊 大概第三天 第四天 它就开始在婴儿的体内就有了 就是说我们与生俱来啊 它就和我们在一起共存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我们也是会慢慢慢慢消退的啊 那么这个菌呢 在我们肠道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菌虫环境啊 它呢 也是可以帮我们降低胆固醇啊 帮我们解除一些便秘的困扰 好 第三个呢 我来介绍一下是短双 双齐乳酸菌啊 短的 对啊 我们有长的 那我介绍的是短的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可以在我们 不仅仅是存在我们肠道 我们的口腔 我们的这个胸腔里面呢 都有这个短双齐乳甘菌 它可以平衡我们的菌虫 帮助消化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鼠礼糖乳甘菌 好 鼠礼糖 这个名字很奇怪 对吧 但是它也是必不可少的 刚才我在介绍 Himohim的时候呢 我说有一个T细胞 对吗 好 那么这个呢 也是可以帮我们活化 我们的T细胞 鼻细胞 免疫系统的 好 所以我们说70%的免疫 都在肠道 你的肠道好了 你的身体呢 也大部分会好 好 那么接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 好 很多问我 吃乙生菌 好吗 当然好 要吃吗 当然要吃 大概大概就是这个十大 十大的功效 为什么要吃 不用说了吧 大家自己看 如果你们要我说的话 我可以稍微跟你们讲一下 分解食物是不用说了 那么有一些素食者 他们其实会缺少一些维生素啊 这些这些的 那应该要吃这个乳酸菌 因为呢 它可以帮我们那个 就是说在体内有维生素B5 帮助我们 好 那么它还可以降低我们血清中的胆固醇 可以帮助我们抵制病原体 增加抗氧 增加的抗氧化力 保护我们的肝脏 好 等等等等 OK 好 那么 谁要吃 我跟你们讲 婴儿出生三个月就可以吃了 都可以吃 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因为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微生物嘛 就在我们人体里面的 人家也说 我们人有基因 有两个基因系统 第一个是我们的染色体系统 对吗 它大概有25万个染色体细胞 那么基因我们是不能改变的 还有一套系统 就是微生物系统 微生物系统 它是这个基因系统的好几倍啊 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染色体系统 我们就来用这种益生菌 打造我们的微生态平衡系统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保持我们的健康 明白吧 好 那么 我们看一下 这个多少钱 41块 60根 一万三 哎呀 这个而且很好吃 对吗 也不用每次大家身边一贯 然后跑到外面吃一粒吃一粒 直接吃 直接随手把这个扔掉就好了 方便我们使用 太好了 好 接下去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的daily mass 每日面膜 那么在说这个每日面膜之前呢 我要先说三个故事 是发生在我的伙伴身上的 那每日面膜刚刚上架的时候呢 我的一个伙伴问我这个好用吗 我说好用不好用你自己用了才知道啊 对不对 那时候他说好 我就买一个试试看 好 那买了 买了之后大概三天不到 他有发消息给我 他告诉我说 哎呀 这个面膜太好了 哎 我说为什么好呀 他说你知道吗 前两天我去吃榴莲 然后呢脸上发了一粒痘痘 然后想到这个面膜 马上贴了一贴上去 没想到睡了一晚贴好之后 痘痘就消失了 我说好好好 多买多买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呢 上一次跟一个朋友出去旅行 然后呢 大家旅行之后回到宾馆 我就给了他一贴面膜 让他去用 等他贴好之后拿下来 我说等 我远远地看他 我说等 你去照照镜子看 好 你看哦 他的脸是白的 他的头颈是灰暗的 太明显了 实在是 太明显了 哎呀 我看这个面膜真的是很好 好 第三个 对 谢谢 谢谢 好 第三个是我的伙伴的伙伴 我们跟他介绍爱多美的时候呢 也是很死磕的一种 不肯加入 然后呢 我们就说 这个面膜你试试看 因为他经济实惠嘛 而且效果不错 好吧 试一下吧 试了之后 哇 他说太好了 然后呢 自己不禁加入了会员 还把身边的好几个朋友都拉进来了 哇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 那如果我们要打入市场的话 我觉得这个 每日面膜是我们非常有力的一个助手和道具 好 其实呢 我们说这个每日面膜的话 它好 好在哪里 很多 我看现在外面都很多微商都说 哎呀 我们是什么玻尿酸呢 我们是多分钛呀 我们是什么什么呀 我一看 我们都有 对不对 好 我们还有比他们更好的一些成分 好 那么我们贴在都有用过吗 男士有用过吗 男士也有用过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那么 它的主要功效啊 我们说是有四种特效成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哎 这个就对了 容易使用立竿健硬 真的是立竿健硬 好 那么 我们往下走啊 好 我们有三款不一样的面膜 第一个呢 是保湿紧致 第二个呢 是水嫩亮白 第三个呢 是清凉舒缓 好 看到上面有打星星的地方吗 哎 那个就是我们爱多美专属的一种成分 好 好 往下走 我们先来看一下材质方面 贴上去 我们会觉得它很透明 很透气 好 最主要我是喜欢它把那个精华液 全部包裹在里面 好 贴了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 它的精华液慢慢渗入到你的肌肤里面 啊 当你撕下来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哎 这个皮肤非常的滋润饱满 啊 非常的好 好 那么我们看 因为它有服贴力和透明性啊 那么它是波浪设计的 这个面膜的材质呢 是从尤加利树和茅山菊树上面啊 就是说材质构成的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贴在那个橘子上面 哎 也是清晰可见的 好 和其他产品相比较 看一下我们的尺寸很大 你不怕啊 你的脸再大 它也能够 cover住啊 好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抗张力和吸收能力 也是相当不错 哎 好 这个保湿紧致的面膜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深蓝色的那一个啊 好 那么 我们来看 它的专利呢 就是我们的水解波尿酸 啊 它是保湿和紧致 让你一次性就能够完成啊 我看上一次这个已经缺货了啊 那么现在呢 已经又上架了 我觉得非常好啊 可以快点回去用 好 看到吗 维生素C多钛 也在里面 你看阿拉伯胶原蛋 素的胶原蛋白 有没有觉得很高大上 有啊 对 这些东西都觉得这个成分 有没有 以后人家问 跟你推 推荐的时候 你就说 哎 你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阿拉伯素的胶原蛋白 你没有啊 哎 没有 你还用我们的吧 是不是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水嫩和亮白的啊 好 水嫩亮白的 我们有两个专利 就是一个海白河 一个是五味子萃取物 好 这两个也是给皮肤滋润感啊 给皮肤滋润感 这下面两个 我觉得也是很高大上的啊 你看复活草 哎 一看就是哎 你皮肤如果很疲惫 死气沉沉的 那是不是更可以用这个复活草来复活一下 看 阿尔比斯山的七种植物 哇 对啊 而且我看了一下 阿尔比斯山上面有一百多种植物 啊 它萃取这个七种稀有植物里面的一些有效成分 放入里面 哎 你们用的都是很高级的护肤品 知道吗 啊 虽然只有十五块 啊 十五 里面十片 真的是很很划算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浅凉舒缓的那一个啊 好 它里面有一个专利叫做Nature Protector 啊 它是由那些发酵的大豆啊 我们的马尺线啊 啊 这些我们从里面萃取出来的 好 很天然的保护 好 看下面看到冰倒冰川水 哇 感觉到一下子清凉的感觉是吗 哎 听说这个是火山盐的水哎 它里面有很多矿物质 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喝 现在给你用在脸上 哎呀 是不是觉得一下子很清凉 然后呢又给自己的脸很多的保护 针对得起我们这张脸啊 啊 好 还有维生素B5是吧 嗯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用啊 10到20分钟你就可以拿下来了 很多朋友问我 要不要洗 好 那么 我给你们讲 如果你用别的面膜呢 你去洗 用爱多美的面膜呢 你可以不洗 好 为什么啊 因为别的面膜呢 我不知道 他们都有一种叫什么粘合剂 知道吗 这个粘合剂的成分呢 我们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掺了什么 如果你想它里面掺了一种不好的成分 在你脸上那么久 有没有很可怕 啊 很可怕 对吗 啊 所以建议你去洗 啊 那么我们的 你不用洗 啊 不用洗也可以 当然两种用法 你可以在贴面膜之前贴上我们的 先用那个精华液或用那个我们的乳液 先涂再贴 也可以贴完之后再涂再贴 都可以啊 效果自己去看 好 接下去我来讲这个 我们的Spot out cream 前一阵一直缺货 啊 这个呢 是我们的去斑霜 有谁用过吗 哦 一个 两个 你有没有斑 哦 也有 有 我们要试这个 试这个感觉是吗 对 其实我们到了一阵的年龄啊 都会出现各种的斑点 我是从小就有的 啊 我们是遗传 因为是雀斑嘛 雀斑就是显性遗传 我五岁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雀斑了 啊 然后呢 在市面上买了很多的去斑的产品 都没有见效 啊 直到遇见爱多美 那之前呢 我是用System Six 啊 我觉得也已经很好了 啊 把我把我的那个斑呢 淡化了 然后呢 皮肤呢 提亮了 好 但是我用到这个之后呢 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 啊 包括呢 我给我的朋友推荐 啊 他们都用得非常好 我每次说 哎 我的朋友他们呢 是班长 我呢 是班主任 啊 我们都是脸上长班的啊 啊 好 那么 那我们的班长 上一次呢 哎 很多班 他也是心 心里很着急嘛 然后呢 看到那个广告 在国内有一个叫杰米老师 他 他说很多的那个 呃 去班产品 朋友就从那边呃 呃 运了一套过来 大概是两千多块的人民币 我说不便宜哦 然后过来我打开一看 哇 那么多瓶子 一贯一贯的用 啊 我说你用吧 呃 用了不好 再来找我 然后用 用了之后呢 也不知道好不好 呃 后来呢 他就开始用这个 呃 Spot Out Cream 呃 上来的时候呢 我觉得有点黑 呃 脸部有点那种 好像 斑更深的感觉 啊 我回去 我妈也说 你怎么变黑了 啊 呃 我说 表情 呃 我说 用爱多美的产品 我肯定对他有信心 哎 那么经过了这个 一阵子之后啊 我 再 不停地用 我发现 哎 慢慢慢慢 他就淡化掉了 啊 每个人不一样 啊 我几个朋友 这样一用了之后啊 他们就觉得 他们没有我这个过程 啊 他们就直接就觉得 这个脸啊 啊 斑淡了 脸也白了 啊 也非常的 呃 美丽了 啊 啊 这个我觉得非常不错 那么大家呢 可以去看啊 啊 它是根据我们的 那个六部来 来给我们淡化雀斑 来给我们美白的 啊 其实你没有斑的话 也是可以用的 啊 因为它有一个防御的功效 你现在没有斑 不代表你以后没有斑 对吗 哎 预防剩余治疗啊 啊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走 好 这个是水 水嫩润唇膏 啊 好 这个产品有多少朋友用过 我看一下 啊 哦 还可以 还可以 啊 对 这一款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产品啊 啊 我是必备的 必备的 好 因为呢 可能新加坡 它的空气湿度比较高啊 大家呢 不觉得自己的唇比较的干啊 所以呢 认为不需要 其实我觉得是蛮需要的啊 因为我们的唇是裸露在外面的 基本没有什么角质层啊 我们非常需要空调里面 包括呢 到你去旅行的时候 是必备的啊 一去旅行 你就马上可以感觉到 这个嘴唇非常的干 有没有啊 然后去扒的话 哎呀 真的是 这个我不想说了 太疼了 好 那么 好 裂开的嘴唇 油死皮的嘴唇 你看第一不美观 第二吃东西也不方便 对于你们这些吃货来说 也对于我这个吃货来说 真的是不能够享受 人间美味比较有遗憾 好 那么我们来看啊 它非常的有高的水分 最主要呢 它的成分有植物 非常好 有植物的啊 乳木裹油 哎 我们的那个护手霜里面也有这个啊 其实我们很多的护肤瓶里面 都有这个乳木裹油啊 它是高保湿的 玫瑰金油啊 它是可以帮我们提供 矿物质和水分的 好 酪梨呢 它是 我们都知道啊 保养品当中的盛品 啊 有保湿滋养 软化的功效 橄榄油呢 啊 它是 我们也知道啊 可以给我们的那个 呃 双唇很好的滋润感 好 那么我要说的是啊 现在 前不久 看见很多的女性都去 美醇啊 嘟嘟醇有没有 哈哈 有啊 啊 你们知道嘟嘟醇它是打什么吗 对啊 打玻尿酸嘛 玻尿酸 是干嘛的呢 水分嘛 对不对 啊 水分 啊 所以 大家知道啊 你如果天天晚上去涂这个啊 你也能够变成嘟嘟醇啊 而且是自然嘟啊 不需要去打 我听听就好 觉得很疼 好 还有一般性呢 我会有两支 我会买两支这样的润唇膏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有两张嘴 我一支呢 涂嘴唇 还有一支 我用来干嘛呢 我们知道我们指甲旁边假床 啊 这边很容易自身死皮 而且呢 会比较干燥 好 我用来涂这个 涂这个指甲的那个旁边的甲床 啊 好 还有呢 就是这边 啊 我们的手肘这一边 的时候会比较干燥 对吗 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润唇膏呢 来帮我们涂这个啊 手肘旁边的一些啊 比较干枯的 还有呢 有一些你脚跟开裂的地方 你也可以啊 在那个下面 在脚跟这边涂 这个开裂的啊 其实润唇膏还有很多很多的用法啊啊啊你如果你涂了唇膏 回去要卸这个唇唇膏的话你可以不要用那个血脏油啊你直接用这个润唇膏涂在那个餐巾纸上啊这样一按啊啊也可以把那个唇唇膏给他卸下来啊啊那么他其实啊你和维生素一啊我也试过和我们的鱼油放在一起啊 你轻轻的去搅拌它啊你轻轻的去搅拌它然后呢涂在自己的睫毛上他还可以滋养你的睫毛啊 这是小秘方啊今天都公布给大家了啊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好吗好啊我看 我们的主持人上来了我知道我在台上的时间不多了好那么就此告别谢谢大家 我看我看你吗 我看你了etin录就好吗 我看你了 那个几乎也有同義的 我看你了都清楚啊 你这玩意的囉 我看你了啊